我们无土栽培种的田瓜 下面得硬做出瓜了 开始去受粉了 你看第一批受粉的瓜都长这么大了 像种这种薄羊田瓜 这个流瓜应该怎么去流 既保证品质又保证产量 欢迎来到傅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培基地 我是柴哥 这个是我们用种植袋 做的一个基质栽培的田瓜 保养酒 这种早熟的薄培田瓜 一般建议 十片一张以上留瓜 然后连续留三个瓜 这我们叫第一叉瓜 然后再间隔五六片叶 这五六片叶分出来的紫蜗 你把它掐掉 在上面再分出的紫蜗 的瓜 我们再留三个瓜 这样总共是留两叉瓜 然后呢 基本上保证这两叉瓜的话 像这种瓜呢 基本上一亩地 很轻松的就能到了一万斤左右 这个产量还是比较可观的 关键还是在管理 关键还是在管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